我们已经到了第七次上个 所以第八 下一个礼拜最后一次的话 其实时间被飞快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当然我们尽量浓缩再浓缩 所以上 等于是第五个单元跟第六个单元 实际上就是讲网路上面的 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其实目前网路下载资料 最常用到的 当然就是主要有四个 一个不外乎就CSV 一个不外乎就XM 一个不外乎就Jetson 然后另外的话就网页 我们上个礼拜是利用 大乐透资料下载 反正这些东西的话 以后你们一定会遇到 因为未来的资料 它不见得一定是放在电脑的某个地方 通常就是放在云端上 或者放在网路上某个地方 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把它存取下来 但问题人家将来会给你一个网址 或者给你一个连结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提供给别人 像CSV 比如说别人会开放资料给你 当然你也可以开放资料给别人 如果你要开放资料给别人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Google的试算表 试算最简单的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要自己架一个网站了 架网站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用架一个NAS就可以了 OK成本也是最低廉的 我上礼拜有秀给各位看 这个比如说你要找那个NAS 就是自己Google算公有云 如果你将来要自己架设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NAS 那就有类似像这些东西了 其实最便宜的大概两三千块 最贵的话可能几万块都有 几十万的也有 所以像这种机器 其他这种机器的话其实设定也蛮简单的 有很多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跟手机的使用蛮像 它的图示慢慢越人性化 然后你就按照它的说明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家里的连线的帐号密码等等的 然后最好是有个固定IP 如果有个固定IP 然后再申请一个固定的网络名称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连线 像我自己 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我自己的网址 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个 tqc.idv.tqc.idv.tqc.idv 这个网址是我跟网路的公司买的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一买就只好买十年 然后enter的话 它就自动会到我自己架设的 我的部落格演员出来论坛 上面其实也有历来的相关资料 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就是用刚刚看到的 其实就是类似一样 我是用Synalogic的NAS所架设的 这个网站也架了它快十年了吧 我讲过了 其实还蛮稳定的 没什么问题 它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那边 那上面其实很多东西都也能做 你也可以把它弄个语音出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说你想要再更进阶的话 像这个黑色机壳 它的CPU比较强 RAM也比较大 它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影片 甚至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 如果你希望的影片 不要放YouTube 因为YouTube是公有的 上面还会一直跳一些广告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用这个架 也可以加YouTube类似的东西 它也有搜寻 然后你可以影片上架 它变成说有你自己控制 所以需求不同 各位这延伸出去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上个礼拜主要是第六个单元 今天我们来看第七个单元 第七个单元部分 包含什么呢 活页簿 活页簿就是Wordbook 实际上就是Excel的档案 档案部分的话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分割 那前面我们主要是针对工作表的分割 跟合并 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把工作表 如果他们有一种需求是 我希望把一个工作表存一个活页簿 就一个Excel的档案 那存出去之后的话 我可以再把它合并回来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那个什么 工作表变工作部分割 然后再把它从工作部再合并回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 这样的话两边怎么样分分合合 那以往的作业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当然你比如说你打开问题零期 那假设有甲班乙班等等这么多班 那以前如果说每一班都有成绩 你不可能说你把这个每一个 这个全部的那个班级成绩都寄给每一个导师 那这样的话变成说每个导师都看到其他班的资料 对那这样子不OK吗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把它分割 假班的就收到假班的资料 乙班的就收到乙班的资料 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每个人都收到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会有分割的部分 每一个有没有 那以前怎么分割 假班如果要分割的话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按右键 那这边有个什么 移动或复制 那移动或复制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它这边好像有个什么 新活业部吧 有没有 还是什么 移动这个 活业 选这个嘛 然后你可以把它建 应该是建一个新活业部 要把它复制过去嘛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用13个班级 你变成说你每个要涂法链钢 那这样做其实还蛮麻烦的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透过VBA 帮我一键完成的话 OK 也就是你可以快速的把这资料全部分割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待会来 那再来就是如果分割出去要把它再合并回来 又要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在手动 手动的话 反便你要什么又开一个新的活业部 然后把它们分别再放回来 哇那其实也蛮麻烦 而且如果你的工作表数量非常庞大的话 哇那真的是永远做不完 对不对 常常分割 所以其实我发现工作上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那个什么 类似资料的分分合 不外乎就是范围的切割 或者到这个工作表的分割 再到工作部的分割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快速解决的话 你会发现你可以解决 你可以提高很多的工作效率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第七个单元 那其他的话 这个上个礼拜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讲的那个 上礼拜就是讲Jason跟HTML 所以上个礼拜那个Jason的部分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的版本 还没有更新到那个2019 如果你假设2019的话 已经有一个从Jason贿赂的选项 那如果2019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你就是 就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拿来用 其实也一样可以从 那个网路上去下载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用那个Google试算表 分享那个开放资料 那目前当然 你放上去的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用Excel丢上去 但是要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一定要的 第二个的话 当然 如果你要再更新资料的话 当然还是用贴的 不要把Excel资料再贴 贴到哪 贴到试算表上去 那或者是他其实 刚刚我同学问 是不是能够透过VBA 去更新Google试算表里面的资料 做同步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 可是这部分我没有特别 特别去找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这一段其实还要再找一下 有没有 我想应该是有 只是说怎么做 可能相关的资源并不是那么多 也许你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了解一下 比如说Google试算表 后面加个VBA看看 看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人提供这相关的东西 他好像有 这是for 看看有没有什么 VBA 连接Google试算表 好像就有了 OK 然后 底下 终于也能录制聚集 所以Google试算表会越来越强大 会不会将来取代Excel的试算表 但不知道啦 不过应该 即便有那一天的话 我们也要再慢慢再升级 我之前试过是可以用Python Python是可以跟Google试算表同步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不是很困难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要跟Google试算表同步的话 我会许找找看有没有VBA连接 这一篇好像有 大家可能看一下 或者是说啦 可能还是要透过Python去完成这件事情 OK 其他的话就是说呢 用VBA下载大乐透历史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从Web这个功能 这个从Web的话呢 就是你的网页资料都可以从Web 实际上 录下来程式也是一大堆 所以我有把它精简 大概剩下几行而已 那其实主要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 几个地方呢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 比如说大乐透历史下载这个资料 你可以录制啦 不过我是建议以后 如果你不想录制 你可以把这个范本给留下来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本来录制下来的话 大概有十几二十行 那最后我是把它留下来 只有 这后面的参数呢 其实只要留下三个就可以了 主要是什么 Web formatting 这个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要不要把网路上面的那个 格式顺便带下来 通常是不要 如果你把那个网页上的格式带下来的话 然后它颜色会非常非常多 所以通常是不要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会透过它一个物件 叫做query table 物件 OK 那顾名思义嘛 query table 意思是网页上面的某一个表格 所以一定要是表格 但是你要告诉它第几个 所以通常它会 如果你用录制剧 它会帮你找到第几个 但未来如果你不想要找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我喜欢用什么Ctrl 加F 去寻找 我自己算嘛 反正第几个 我把这个数字改一下 也是OK的哦 但是你要 用 知道用对方法 也可以 用这种方式 去把你的那个网页上的表格 资料抓下来 那 那 最后一行的话就是 你要 你就开始 把资料抓下来 用refresh 把它资料抓下来 那 大概是这样 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就是一些细节 把那个格式完成 跟我们要的结果一样 最后其实你也可以再针对那个历史资料怎么样 做统计分析 到底 历年来的那个大热头号码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 这个次数最高 几率最高 有没有 或者是说哪一周 哪一个时间点 哪一些号码出现的机率最高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 可以当成你将来 如果真的要下注的时候 或许可以当个参考吧 OK 好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第七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 一样请各位就是 开启那个问题07的范例 然后呢 并且 先想想看 第一步的话 请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做排序嘛 所以请你怎么样 把那个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 清单的话 因为要自己产生的话很麻烦 然后把清单 到假班 一直到 应该是到骇班 这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贴到哪里 贴到埃兰这里 把它贴上 也就是说 把它移出格式 不贴到 那就是 符合好了 OK 符合 目前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清单 那清单的顺序呢 就是假班到骇班 那也就是如果我今天 这别注意哦 请你把它贴到假班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埃兰的位置 会有一个清单哦 那如果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哦 按照这上面的清单顺序 把假班怎么样 放到第一个位置 把乙班呢 放在第二个位置 以此类推 一个一个帮我排列整齐的话 用这个方式来取代什么 取代那个什么 我们手动拖拉哦 不然以前的话 我是需要假班 然后再乙班 哦 有没有 然后再什么 丙班 这样拉 有没有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 用手动的方式哦 我希望呢 用程式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里面的话 会用到有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开新工作表的时候呢 是叫 shits.add 那如果你要移动的话 叫shits.move move的移动 OK 那move后面的话呢 其实也有before跟after 其实跟at还蛮像的 也就是move到哪一个工作表的前面 还是后面的意思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还给各位 那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如何针对那个工 这个问题07 做那个资料 这个工作表的移动部分 我们先了解移动 那待会的话呢 除了移动之外 我们还要再做什么 做那个把它变成工作部 OK 如何把它变成工作部 也就是说呢 假班到骇班12个 全部都把它分开来 OK 那怎么样把它分开来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了解 如何移动 就是按照你要的顺序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有个清单给他 清单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就是在 假班的哀兰的那个位置 复制那个网路上面 我们的那个问题07的01 用误方法排序的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叫清单 一直假班到骇班的这个资料 把这个范围资料把它复制贴过来